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发着桃子倾向的宝败 这高镇你简直太厉害了吧 怎么能跟迪迪迪站在一边呢 想不通 怎么想就跟我打电话了 回家路上闲得无聊呗 高占梅在你身边吗 我刚要跟你说他 我跟你说他今天简直太厉害了 谁是谁是谁 你家为什么 是许静静 晚上吃什么你定就行了 我跟你吃什么我都开心 喂 不好意思啊 是许静静 他问我晚上吃什么 你说 高占怎么了 哪儿厉害了 没事 没事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 我觉得他今天穿道服简直太帅了 你跟许静去吃饭吧 我也要跟高占吃饭去了 好了 拜拜 我们俩只要发展这么快 可都是支某太炉了 ية朝 送你了 没想到你还挺能吃 服务员 再来三匹包子 想不到你也喜欢吃牛肉大葱的包子 开心 散发着桃子倾向的宝败 这小姑娘 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干吗 饭后三个不害胖的非要五买花的老奶奶 哪家KTV音质好啊 好久没蹦跌了 动辞大辞 动辞大辞 我到底 在干吗 那个 你今天去上课的时候 那室内我没找你麻烦吧 今天那没有 那就好 嗯 嗯 那个房间设计得怎么样了 嗯 我给你看看我的大作 嗯 怎么样 嗯 还可以 啊 啊 啊 那个 特别好好看 得了吧 你真有点假了呀 哎 不过你那直男审美呀 也可以忽略不及 对对对 我确实也没什么审美 那你觉得许晶晶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呀 人家可是笑话呀 我看你一定是近视眼看不清 我劝你赶紧做个手术吧 可是我觉得你好看 你不光好看 还幽默 善良 别说了 嗯 对不起啊 我嘴笨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说你嘴笨的意思 晶晶 要不 咱俩一起考北京大学吧 我查过 北京有很多很好的美术学院 今天谢谢你 没事的 许哥 求婚就靠你了 啥啥啥 要求婚了 你跟高瞻真的要当兄弟了 恭喜啊 什么情况 高瞻家里事都要拉着许晶晶 不行 不能再等了 清晶 有一件我藏在心里很久的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 对 对 许晶的 我跟你说一事啊 我跟你说完这事之后 他会不会揣死我呀 嘿哥 你知道一直以来 我真正的网友到底是谁吗 谁呀 你 卡文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不挺正常的嘛 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正常 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你说许晶晶啊 昨天我跟她说 北京里有很多不错的美术学院 她好像很不高兴 然后呢 然后她就走了 所以你在电话里说 十万火急的事是这事啊 你知不知道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 需要去做呀 对不起啊 那我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了 要不这样呢 那你现在去忙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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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然来了 我会跟你多说两嘴 你不是让我帮你复盘一下吗 昨天在咖啡厅的时候 许晶晶跟一说 她就有点冷是吧 是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是不是感觉嚼冷 她说是 我就说这是因为冷空气下沉所导致的 我服了 服了呀 你就不会让那服务员把那个空调调高一点吗 对呀 我怎么没想过 你怎么说 老高 我懂你 懂你 可是我不懂 我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懂女声 每次跟他们聊着聊着 就会被他们嫌弃 但是我觉得你好好听到女声 你说 如果美术老师的事 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反正我不会说那个老师好话 那说他好话不就反对许晶晶了吗 可是我觉得 哎哎哎哎 重点不是你觉得 是他觉得 朋友是干吗用的 朋友就是一起饭花痴 一起说别人坏话 一起不讲道理的同盟同盟 你懂吗 要是我的话 我跟他一块儿骂 我骂比他还狠 什么死内谱啊 我看他就是伏地魔 就是比他爸为整天 这行吗这 当然不是啦 你先让他把这口恶气出完喽 当他恢复这个理智之后 你再把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给他唯唯道来 这个时候他能听进去就听了 但是你得学会查验观色啊 但凡这个时候 他有一点儿听不进去了 你立马掉头来接着骂 懂了吗 还 还得笑一笑吗 我也跟着骂 他不懂 我再接着骂 老高 你不是都在天台上跟他喊话了吗 他什么态度 他没回答我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北京上大学 不过我可以等 老高啊 这有时候感情这事不能强求 你没准现在许晶晶就想他 但是是好好被烤了 可是我现在满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他 只要一天不见到他 我就浑身难受了 而且我也不再想当什么钢铁智男了 我想变得跟你们一样 康师傅 你再教我两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